第二十八集 黄嫂子虽然是个下人 却也是个有点见识的聪明人 她转过头瞅着卢盈 对上她温温和和 丛丛容容的姿态 一时分不清 她是有意失为 用这一招令得所有人对她改观呢 还是她的脾气本就是这样 这般轻而易举便把自己的名声搬转过来 其中没有手段 只是本性而为 糊涂了一阵 黄嫂子笑眯眯地唤道 阿盈 卢盈转过头来 她抿着唇看着黄嫂子 似是因她刚才的帮忙 有点拿不定主意 如何对她了 倔了一会儿 卢盈勉强一笑后 低声说道 多谢嫂子刚才直言 时辰不早了 阿盈得走了 说吧 她转过身 朝着蹲在三百米远的一个摊子前 也不知看什么看得无比入神的卢云走去 目送着卢盈的背影 黄嫂子若有所思 也没有叫她 不一会儿 卢盈来到了卢云的身后 这个摊子 厚厚的数段上 摆的是一溜的石头 这些或光滑或明润的石头 被雕刻成各种形状 虽然粗陋 却也极有味道 而低着头的卢云 则拿着一把刁刀 小心翼翼地叼着一块巴掌大的石头 她的表情十分专注 卢盈都走到面前了 还一无所觉 而那摆摊的年约二十来岁 身材消瘦的汉子 此时正蹲在卢云面前 专心致志地指导着她怎么下手 看到因为专注 而目光明亮的卢云 卢盈一睁 她还是第一次发现 原来读书时 喜欢东张西望的弟弟 也有这么专注的时候 转过头 卢盈看了看太阳 见时针还早 也就不叫她了 她转过身 在一个一个的摊位前 流连起来 一边走 卢盈一边沉思着 刚才那黄嫂子 虽然帮了她 可她给卢盈的感觉并不好 似乎她今天是有备而来的一样 有备而来 她为了拉近与她的关系 还是另有目的 寻思了一会儿 卢盈冷冷存道 明天我就去打听一下张寡妇提亲之事 如果那张氏少年 不曾被人挑拨也就罢了 转悠了一会儿 卢盈突然听到身后 传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嚎哭声 老天爷啊 你怎么不打个雷 劈死这个畜生啊 天天吃我的 用我的 老娘拿这么几个钱都不行 老天你开开眼啊 这嚎哭声太响太亮 一时间都把四周的人吸引了过去 卢盈本是没有兴趣的 回头一看 却陡然发现 哭声传来的方向 竟然就是刚才卢盈所在的地方 卢盈漫步走近 随着她走近 那个妇人哭得更凶了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 手掌在自个儿的大腿上 拍得啪啪作响 而那惊人的音量 更是震得人耳膜生疼 推过人群 卢盈一眼看到了 被围在中间的卢云 此刻 她正瞪着一双乌黑的眼 气愤地瞪着那妇人 小拳头握得死紧 等那妇人哭毫了一阵吸气时 卢盈听到她弟弟 在一侧叫道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钱兄赚的这几个钱 只是想读一些书 不等卢云说完 那个肥胖小眼睛的 三十来岁的妇人 突然来了一声 震耳欲聋的惨嚎 一声嚎叫 把卢云的话打断后 那妇人拍着自个儿的大腿 指天指地地骂道 还有没有天理呀 畜生啊 畜生 该鼓动外面来的小畜生 来对付自家嫂嫂 畜生啊 你怎么就不叫雷皮了呀 卢云哪见过这种阵仗 气得俊秀的脸都扭曲起来 这时 她一眼瞟到了 站在人群中的姐姐 先是双眼一亮 卢云刚刚向卢云走出一步 突然心中咯噔一下 想到 不行 我姐姐没了婚约 要是被这个妇人 把脏水泼到我姐姐身上 那就不好了 想了想 她咬牙站在原地不动了 把她的小动作 都看在眼中的卢云 却是双眼一亮 由衷地开怀起来 她就知道 她的弟弟很聪明 以前 卢云还总是担心 弟弟天性淳朴 不能理解人心的那些弯弯绕绕 因此 一直以来 她做什么事 都会把自己所使的手段 以及为什么会使这些手段 剖析给弟弟听 现在看来 她的弟弟 真的成长了 卢云心情舒畅 笑竹炎开时 被那泼妇 一口一口 骂成畜生的寿宵青年 怂拉着脑袋 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 只是她紧紧抓着 三枚铁钳的手 在那里颤抖着 那肥妇人嚎了一阵 又朝那青年 紧握不放的手 看了一眼 再次抢天抢地的 痛哭起来 畜生啊 畜生 老天 你打个雷劈死 这个畜生吧 我给她吃 给她穿 辛辛苦苦地养大她 她倒好 几个铁钳 也舍不得 孝敬嗖嗖啊 在那肥妇人 惊天动地的 尖嚎声中 卢莹听到几个声音 议论着 这是夏河村的 松二郎 松二郎也是个可怜的 摊上这个 泼妇嫂子 天还没有亮 就出来做事 赚到的钱 还没有到手 这妇人就跟上去讨要 不给就这样好 九十一天 都要嚎上几次 别听这夫人的 你看她那一身的肥肉 她家里的几个崽子 也个个长得肥 就指这个孙二郎 吃不好穿不暖 这恶人 占了孙父 留给二儿子的 十金母良田不算 还把人往死里使坏 这不 为了两三个铁钳 豪得这么起劲 汉阳街 就是这样好 地方小 十里八乡的 总能遇到熟人 听到身边你一句 我一句 不过片刻 卢云也就把事情 了解个一清二楚 想到这肥妇人 刚才骂卢云 是小畜生的话 卢云眸光一冷 她越过人群 来到卢云面前 陡然看到一个 长相美丽 气质文雅 一看就绝对 不是村姑的小娘子 走了出来 那肥妇人哭声一息 瞪大一双眼 朝着卢云 瞅了起来 卢云没有理她 她走到弟弟面前 见卢云气得浑身发抖 笑了笑后 抚着弟弟的头发 安慰道 傻云 你恼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新交的朋友 有造化了呀 什么 四下的人都听不懂了 一个个转头 看向卢云 连那肥妇人 也瞪大了眼 鼻子一息一息地 倾听起来 对着恶然不解的卢云 卢云提高声音 说道 对呀 前几天你不是说 朝廷举笑帘 派了不少大人物 来到我汉阳城 寻找品德高尚之人吗 她只向那双手 捂着脸一动不动地 瘦削青年 又道 你看你这个朋友 先父分给她的田地 她全让给了长兄长嫂 自己每日辛苦赚了钱 自己吃不饱 穿不暖的 却把嫂嫂和侄儿侄女 养得肥肥的 阿云 你知道什么叫笑脸吗 这就叫笑脸呢 礼让凶嫂 恪守本分 这种人 朝廷会重赏的 本来 她要是只窝在 那什么夏河村 那些大人物 还不能这么快 知道她的为人 可现在 她嫂嫂这么一嚎 她的名气就大了呀 听到这里 那青年放开 捂着脸的手 愣愣地看着卢云 而刚才 还豪天豪地地肥腹 这时迅速地伸手 捂着自个儿的嘴 一双小眼睛 鼓噜噜地四下看着 显然是在寻找 卢云所说的 那个什么大人物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 林嘉诚 演播 太太子 卢云道也聪明 他这时反应过来了 当下 登登登地 跑到那青年面前 说道 简兄 我姐姐说得对 你不知道啊 五年前 归化成 被举了笑脸那个 还没有你做得多呢 他也只是把家里的田地 让给了凶嫂 可你猜后来怎么着 他被朝廷征用 去年十一锦归乡 那个浩浩荡荡啊 都是人啊 马车啊 什么的 那贵人去了老家 说是感谢 香林这些年的照顾 整整送出了 五十车的东西呢 那可是五十辆 马车的东西啊 卢云这孩子 编起的故事 还挺有一套 不但活灵活现 还眉飞四五的 激动无比 在这集市中出现的 很少有什么 大户人家的 郎君姑子 一般 都是乡村庶民 而这些人 所说的都是些 家长里短 哪曾听过 这些高端人的故事 当下 一个个凑上前 津津有味地听着 寻思着回到村里 也好吹嘘一耳 罗云一边说 一边又叫道 后来 他们村里的人 都得了厚礼 只有他那什么嫂嫂 什么也没得到 你猜那嫂嫂怎么想 她不甘心呢 人人都说 他家出了大贵人 他的孩子 也闹着要礼品 还想到洛阳去享福 于是那嫂嫂 便跑到那大贵人面前 跪在他面前 哭啊 求啊 倩哥 你猜那贵人 怎么办的 怎么办的 问的不是姓钱的青年 而是旁边听故事 听得起劲的乡名 见有人捧场 卢云俊秀的小脸 都红通通的了 他大声道 那贵人呢 他让乡亲 拿来一个碗 然后在那碗里 盛满水 然后 他把那水 倒在泥土上 对着他嫂嫂说 你把这些水 原样不动地 收进这碗里 我就原谅你 还带你们一家人 到洛阳去享福 故事说到这里 四周起了哄 那水到了 怎么还收得起来呢 就是 这不可能吗 嗡嗡声中 卢云点头道 对啊 这不可能 所以那贵人 只是带走了几个 一直帮助他的邻居 把他凶嫂 留在农村里受穷 哎呀 听说 那贵人离开不久 他凶嫂变病了 他们的孩子 也没人理会 据说 那女儿都定了亲 还被人退回来了 故事讲完 四下安静之后 便嗡嗡声大作 众人一边感慨 那个恶有恶报的凶嫂 一边时不时拿眼 瞟向那肥腹 对上众人的目光 想着卢云所说的故事 肥腹突然慌乱起来 这些年 新帝已孝和得志天下 关于那些礼让族人的人 得到举荐 成为孝莲的事迹 他时有耳闻 可就是没有想到 有一天这件事 也有可能 摊在他自己头上 见到那肥腹 一张脸一阵青 一阵白 看向自家小叔子的眼神 也渐渐染上了 几分惶恐和讨好 卢云一笑 他牵着弟弟的手 朝外走去 卢云一边 以那姓前的青年告辞 一边跟在卢云身后 向外挤去 不一会儿 姐弟俩便出了市集 一离开人群 卢云便摇头晃脑 一脸得意地说道 姐 我刚才的故事 讲得好不好 卢云点头 揉搓着弟弟的头发 笑道 讲得好 在弟弟郁闷的嘟囔中 他又笑道 阿云真聪明 知道讲话 要三分真 七分假 才让人相信 得到姐姐的夸奖 卢云大为得意 他神气地昂起了头 走起路来 都像在蹦跳 不过经过这么一耽搁 回到家中 夜幕早就降下来了 卢云忙着生活煮饭 当姐弟俩吃完饭时 石榴的圆月 已亮堂堂地照在屋里屋外 这时 隔壁萧音再起 卢云来到院子里 一边倾听着萧音 一边寻思着白天发生的事 就在这时 萧声转系 渐渐弥散在月光下 卢云不知不觉中 发现自己 站在了昨天所站的围墙边上 刚刚背靠着墙 卢云猛然清醒过来 他转过头 眸光清冷地 看着那厚厚的围墙 想到 这世间百般苦楚 都是因为人生了望求之心 我与他的家世 差了千里万里 此生万万不可能成为夫妻 既然明知无望 又何必放任自己沉沦下去 想到这里 卢云慢慢退开 仿佛心有灵犀 几乎是他一动 那边音彻 轻裂中 夹着欢喜的声音 已然唤来 阿盈 唤了一声 他又唤到 阿盈 你在吗 阿盈 卢云停下了脚步 他转头 看着那厚厚的泥墙 好一会儿才说 明月虽好 春风不许 只有八个字 只说了八个字 为了让他听清 卢云微微提了些话 话也是一字一句 说出来的 他话说出来是简单 可不知为什么 在说出这八个字时 一种难以形容的 怅然若失 还是涌出 卢云的心头 这种怅然 无关情爱 也许只是一种 说不清 道不明的少年情怀而已 卢云行事向来果断 丢下这八个字后 他转身就走 当他走到院落中时 却听到声后传来一个清楚的低换声 阿盈 卢云回头 他对上的是那个爬到了墙头上 正痴痴地向他看来的俊美少年 在卢云回头 对上他双眼的那一瞬 他清楚地看到 少年那如水墨渲染而出 层层叠叠 极为神秘美丽的毛子里 竟有泪光隐隐 他要哭了 这个念头令得卢云失去了力气 再也无法决绝地回去房中 少年忘了他一会儿 垂了眸 动作利落地爬到墙头坐好 然后 他把萧放在唇边 呜呜叶叶地吹奏起来 萧声飘转如梦 带着难以形容的恐慌和祈求 婉转摆回地 潺潺绵绵地绕上来 而就在卢云忍不住 驻足回眸时 少年扇动着长长的睫毛 眸光轻亮无比地看着他 一瞬不瞬地 这时的他 哪里还有半分刚才的悲伤 便是一向自以为敏锐的卢云 也对自己说 原来刚才看错了 上田 他云lijk improve 优优独播 优独播 iska 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